母妃 菲菲 你们在聊什么呢 宁儿 你来得正好 本宫有好东西要给你 母妃 这是什么啊 前两日 内务府送来了这金簪 本宫是老太婆了 用这玩意儿不合适 你风华正貌 皮肤雪白 更衬你的美 真漂亮 母妃偏心 这么好看的簪子留给七嫂嫂 只疼七嫂嫂 你好意思找本宫要吗 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 给你止婚你不要 菲说要自己密的良人 你密到了吗 等你密到良人 本宫也疼你 菲菲 我送给你 你要不要 不准 这是本宫给你的 你给她做什么 莫菲菲如同一只被丢弃的小狗狗 憋着嘴一脸委屈 为了哄她 云婉宁抓着她的手腕 把她拽出了永兽宫 西嫂嫂 你做什么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看上百里长约了 西嫂嫂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在我面前还不好意思呢 你若老老实实告诉我 指不定我还能帮上些忙 但若你不老实告诉我 我可袖手旁观了 西嫂嫂嫂与那位北军太子的关系显然很是熟悉 你不说我可走了 西嫂嫂 哎呦 西嫂嫂 我 我的确觉得那个北军太子长得好看 但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 我只是感觉见了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那种很慌乱 就好像就好像呼吸不顺畅 脑子跟不上嘴 从未有过的感觉 这丫头先前不是喜欢过舅舅吗 怎的眼下又说 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难不成她之前对舅舅的感觉并不是喜欢 西嫂嫂 今日在北军太子面前 我是不是丢人丢大发了 倒也不至于 我有办法了 西嫂嫂 什么办法 西嫂嫂 这样真的好吗 相信我 古话说得好 男追女 隔重杀 女追男 隔层杀 西嫂嫂 那你说 我要怎么才去主动 云婉宁又给她传授了一套女追男的秘诀后 这才起身回宫 盛chy si 孙田边的战口 结婚